哈喽大家好我是辛雅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蜂蜜香草 青乳肉蛋糕 要怎么做 我用这台果汁鸡 来做 其实这台不是果汁鸡 它是汉美池的调理机 用这台来做青乳肉蛋糕 然后教大家怎么做 好我先跟大家确认一下 就是这些食材 来大家看一下 这边我会把食谱 再放上来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的食材 这边有牛奶 还有动物性鲜奶油 还有黑黑的这是什么 这是香草籽 就是里面已经有含了香草酒 跟香草籽在里面 然后我把它煮到大概80度 那这边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 奶油乳酪 还有奶油 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 玉米粉 还有蜂蜜 那再来是蛋黄的部分 那蛋白霜 等一下我们放在这边 等一下再来打蛋白霜 那现在这个蛋黄乳 蛋黄乳酪的部分 我们用这一台汉莓池的调理机 来制作 那首先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这个部分 把它倒进来 这一台汉莓池的调理机 它是可以耐热 耐高温的 它也有煮热汤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可以 如果你们的果汁机 它不能够耐高温的话 你可能要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先把这个 80度的液体先倒进来 那再来再把这个部分 把它整个倒进来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盖子盖上来 好打开开关咯 先从低速的打起 我们可以把它的速度再加快 就把它打均匀 因为这个已经是80度 它就会很快跟这些打均匀 刚刚那些是冷的 就把它打均匀 就变成了大概40几度左右 好打均匀了之后呢 它里面现在很浓稠咯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把那个蛋黄的部分也放进来 可是你放进来以前 你要先确认好哦 这个部分是不是它很烫 如果它很烫的话 那绝对不可以蛋黄进来 会变成蛋花汤了 所以你要先确认好 因为我现在摸起来 这个温度它是大概40几度 是还好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蛋黄的部分加进来 蛋黄的部分加进来 它主要是为了要乳化 乳化这个蛋黄糊 刚刚蜂蜜的部分 我已经先加在议题里面了 刚刚没有提到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开一下 这个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我们主要就把它打均匀就对了 好 这个已经是打均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蛋黄 这个乳酪糊的状态 来靠近来看一下 这个乳酪糊的状态 我们来看 现在是很浓稠哦 是这样子的状态哦 是这样子的状态哦 然后微温的 好 再来还要加什么呢 就是把刚刚我们的 玉米粉 这已经是过筛过的 把它全部加进来 好 用低速打 慢慢再把速度调高 好了 这样我们乳酪糊的部分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用调理机做很方便很快速 那等一下我们就只擦 把蛋白霜的部分打起来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说 蛋白霜的部分 我们要打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然后两个要怎么混合 再跟大家讲 那现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嗯 我们要把它过筛 乳酪糊的部分要过筛哦 因为轻乳酪它的口感是 很细致的 所以你这边要注意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做 一定要至少要过筛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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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乳酪糊等一下把它过筛完以后 嗯 就要跟大家介绍蛋白霜要打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先这样 好 哈啰 嗯 这个汉美池的调理机 当我们 刚刚打了那个蛋黄糊啊 因为里面油油的 那怎么清洗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把水啊 不用烧到沸腾 就差不多 嗯 七八十度然后倒进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加一点 那个洗碗筋 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小屑屑不好清的话 你也可以加小苏打粉 加大概一两匙进去没关系 一两匙的小苏打粉 好 然后就可以把它盖起来 其实让它搅一搅以后 它里面就会产生 刚刚有加那个洗碗筋 才能泡泡 然后里面就会很干净 你几乎就不用清洗 好了 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下这样子搅完以后 几乎差不多就OK了 其实它里面就差不多很干净 把它倒出来以后 那刚刚把它稍微用水清洗了一下 你看里面基本上里面都已经很干净了 也不会滑滑的 那这样子就等一下再用软布把它清洗一下 就差不多干净了 其实它的清洁很简单 谢谢 这个是蛋白霜 蛋白霜要打到怎么样的状态呢 来我们靠近一点看 大概是打到这样子 你看哦 你这样动它 它会有弹性 但是不会掉下来 你看它会垂大概一只手指的长度 这个叫做六分发 我们就是大概要打到这样的状态 你看你这样动它也不太会掉下来 这样子 你看你打好的蛋白霜 它打得漂亮的话 它是很光亮很滑顺的 所以蛋白霜要打的时候一定要很特别注意 就是一开始是高速 再来中速 等到最末端打快完成的时候 再把它改成低速 低速为的是要把这些泡泡啊 小泡泡全部打掉 那你的蛋白霜就打得很成功 然后就这么的光亮跟光滑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做混合 哈喽 这个是我们 要等一下要来装 装青乳酪蛋糕的 那个不沾模 不沾模 你看哦 底下一定要铺一张 不管你是铺烘焙纸 或者是不沾布都可以 像我就是把它剪成不沾布 然后把它放在底部 然后这边边啊 我们用这个奶油 你把它抹 边边把它涂一层奶油 就是边边都均匀的上一层奶油 那之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把 混合好的蛋 蛋白霜跟蛋黄糊 把它倒进来 记得边边都要抹到哦 好 哈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打好的蛋白霜 蛋白霜 你看它是这样垂大概三寸左右 而且这样轻轻晃动它不会滴下去 那再来这一锅 是我们刚刚用调理机打好的蛋黄糊 你看这么细致 好 那我们要把它做混合 我们就先把一半加进来 你看一半这样子加进来 然后再先把它翻拌一下 从底下你看边边刮一下翻上来 刮一下翻上来 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蛋白霜在里面 它并不会结块 那是因为你打到六分发 就是那种垂三寸的湿性发泡 那如果你打超过了 它就会变成一块一块的蛋白霜 在里面不好 不好搅散 你看 所以你看你即使搅好的蛋黄糊 你这样子搅都没有关系 它都不会消泡 我们把这边全部把它下下去 就尽量从底部这样翻拌上来 你看刮一圈翻拌上来 不要让它底部有沉淀的机会 所以你蛋白霜打得好不好 决定你成品的口感 好咯 好咯 我们最后做一次检查 把底部这样翻上来 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均匀 然后再也我们就把它倒过去咯 那您是一会儿 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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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刚刚做预热的 因为清乳二蛋糕它会用到水浴法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把大概一公分高的水放进去 一起做预热 预热我就转190-150 上火190下火150 这样子去做预热 那再来我们要已经预热好了 我们再来就把这个放进来 要小心哦 这个很烫 所以你们的膜 最好不要用那种分离膜 分离膜的话它水就会很容易进去 好就这样放了 我们就把它推进去 这边的温度就是 190跟150 然后我们烤 12分钟以后再把它降温 降温成 120 130 100-140左右的时间 只要以这三个的量 大概要烤80分 大概70分钟或80分钟 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讲说 怎么样去分辨 它到底烤好了没 好那就先这样 谢谢 这个是已经刚出炉 烤好的 我们就等它旁边 有点离膜 你看它旁边你这样轻轻拍 它现在摸起来是很温热的 有一点点离膜 其实这样就可以脱膜了 你看边边都有这样 你看像它这样子 边边都已经有离膜 你就可以很轻易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倒扣出来 那如果我们要烙铁的话 因为我这个烙铁不是吃电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直火 直火这样子直接烤 大概烤一分钟 你就心里一直数 大概一分钟 你在烤的过程你就 稍微把它翻转一下 我通常会趁它 还有点温热的时候 然后把它烙在表面上 你表面如果没有把它烤到干燥 其实你摸起来会黏黏的 而且它会皱 那表示说你烤的 你可能烤温还要再延长一点 你看这样烤起来它就不会皱 好 大概差不多一分钟了 我们就把它这样直接这样 然后上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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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因为烤出来 engaged 因为它温度会越来越降 所以 如果发现它颜色越来越轻 你还要再加重的话 你还可以再去烤一下 但是如果你烤出来轻乳酪 它表面粘粘的 或者是 会皱 那表示说 下次烤温还要再烤延长一点 如果那时候会皱你再印下去的话 它就会粘在你的烙铁上面了 你看烙铁都还是很干净的 这样子才是对的 那烙完了之后啊 您看一下哦 我们这边要把它做脱模 你可能要准备就两个盘子 要把它倒扣出来的时候 先你要准备两个盘子 这样子 直接这样子把它倒扣 倒扣下来 还不下来你就把它 还不行 还不行的话那你轻轻拍一下 这样子它就会比较离磨一点 好了这样就下来了 啊这个这一层是我们铺的烘焙纸嘛 你要记得把它撕掉 然后再下来我们另外一个盘子就要把它回正 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在倒扣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动作 也是一样的动作 要记得把它轻拍一下 让它离磨 轻拍一下 让它离磨 轻拍一下 好 这个我们先把它移到旁边去 然后直接这样把它扣过来 它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张纸把它撕掉 再把它回转过来 好了这就是我们做好用调理机做好的 这个用调理机做好的清乳酪蜂蜜蛋糕 谢谢